女子對著門口 拿著煤油又潑又灑 完全不顧在家中休息的 前夫跟女兒 一點火 瞬間火勢比人還高 放完火後就馬上離開 火是滿大的 我看到的時候 整片的已經燒了 我就跑回來拿滅火器去 把它災掉 民眾見狀趕緊滅火 滿地白色粉末 留下燒剩的報紙 還有焦黑的油桶 鐵門 鐵窗 連牆壁都被燒得漆黑 燒尾人的 塞報紙的 很奇怪 火警發生在週六上午 基隆某國宅 許姓女子不滿去年9月 離婚的前夫 竟拎著兩桶4公升的煤油 跑到前夫家縱火 還自備報紙助燃 調閱相關的監視器 發現許姓女子涉嫌重大 我們一起前往她的住戶處 已經把她帶回派所 詢問偵辦 火災發生時 前夫和國中女兒都在屋內 所限鄰居幫忙滅火 才逃過一劫 縱火飯和住戶 育有一對兒女 但女方時常情緒不穩 去年9月協議離婚 女兒跟著爸爸生活 前妻時常騷擾 前夫因此申請加暴令 沒想到讓她憤恨難消 前來縱火洩憤 我真的有病嗎 我真的要不要 好不好 縱火的前妻被逮捕後 在警局崩潰撞牆大姑 她車上不只還有兩桶 未使用的煤油 還在後車廂發現三桶煤油 到底是什麼原因 要對前夫及女兒下毒手 警方還在調查當中 記者朱丁龍 基隆報導